兩艘豪華郵輪開進高雄港 停靠旅運中心 上面載滿了將近三千多名的外籍旅客 背著大小行李準備通關 服務中心櫃台瞬間擠滿人潮 不少外國人都是第一次搭郵輪來到台灣 對高雄充滿好奇感 為了迎接大批觀光客 市府也準備歡迎活動 跟旅客們一起手拉手 開心唱歌 高雄港旅運中心在去年3月6號啟用 歷經將近一年的運作 在2月28號首度停靠雙郵輪 如果旅客數量來到三千四百多人 同時也考驗旅運中心的通關效能 今天早上是我們高雄港第一次 有兩艘郵輪進來停泊在高雄港旅運中心 我們同時啟用了一樓跟二樓的通關區來迎接 那我們的CIQS的同仁都有在 加強人力來支援 那目前整個通關效率都是很順暢的 超大行窗郵輪首次靠港就順利過關 高雄除了黃色小鴨帶來滿滿人潮之外 年後郵輪商機也跟著啟動 讓外國人也可以體驗到港獨之美 近新聞圈您謝嘉玲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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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